三天前脱线还在直播中 大唱日文歌 整个中期十足 精神非常好 没想到九号晚间 吃完饭后失去意识 抢救不治 享受九十岁 家属也在他的脸书证实 以脱线幽默一贯口吻 说人生舞台我先羡慕 佛祖召唤我了 下台一鞠躬 脱线本名陈彼南 最早只是个司机 后来意外被挖掘 开启了演艺路 常以吊戴西装裤和黑框眼镜 现身大一幕 喜感造型还被封为台版卓别林 过去他与阿希搭档脱口秀 说学逗唱在全台热卖 连已故秀场天王诸葛亮 都曾甘拜下风 前几年还参与不少国片 我妈妈八十几岁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不要在那里 你妈妈了 除了这十八岁 做一个老师 好 汤的心路宛如台湾演艺史 最近这几年到台东养鸡 身体一直很硬朗 如今九十岁 人生圆满落幕 电影演多少部 不是自己养多少只 就是他把家庭雇得很好 一个老婆 儿子女都在身边 这一生最圆满的事情 儿子受访红着双眼 男眼悲伤情绪 透露父亲早就交代好后事 遗愿救世留在台东 而告别式也将在五月二十一号举行 东森新闻 吴云林许出名 陈一仪综合报道